一行三人 显被迷惑心智 这姑少跨越深渊 中见睡佛 本集里哥带来网剧《龙岭弥窟》第八集 辽臣大师和这姑少乘船去往黑水城 船上几个俄国人正大肆说着在黑水城掠夺财宝的事 辽臣提起早些年俄国人在黑水城盗掘古墓挖回了七座佛塔 掠夺了不少珍贵文物 实属无法无天 船上的乘客们闲聊起在黄河上行船的机会 千万不能说翻 覆之类的话 一旦犯忌讳会出大事故的 并讲了好多年前 一熏土伤人就是犯了忌讳 虽然人没事 但是一船名贵的熏土都掉到了河里寄了河神 大家正七嘴八舌地说着 这是船上一妇女怀中抱着的婴儿体哭不止 妇女吓唬孩子说 再哭就把她扔到河里喂鱼 话音刚落 船变剧烈地颠簸起来 平静的水面出现了一个巨大漩涡 水浪四溅 大家纷纷指责 是妇女说了不该说的话惹怒了河神 大家正吵着 只听见两声枪响 一个俄国人站了出来 拿着枪逼妇女将孩子扔进河中 其中一个好心的俄国人出手劝阻 但这时另一个俄国人静止地冲了过去 抢走妇女手中的孩子扔了出去 众人惊恐 千钦一发之际 这姑少用探索将孩子救了回来 俄国人恼羞成怒 举起手枪 其他人扬言要杀了他 但这姑少枪法精准 轻松制服了那几个俄国人 把他们赶入了河中 随后告诉大家 并没有龙王爷收人 而是碰到了暗交 让大家抓稳 靠北岸停船即可 晕倒的妇女醒来过后 对着仕途二人千恩万谢 下了船 仕途二人继续前行在忧神密林中 走了不远 他们便发现那个好心的俄国人托马斯跟在后面 这姑少别问他为何一直未随 托马斯立即表示对他的宠拜之情 自己从没见过那么厉害的中国功夫和枪法 自己是耳科医生 经常会去黑水城附近给小孩看病 有一次不小心迷路 误走进了黑水城 知道了去那的路 那几个个国人知道后 就逼自己给他们带路 得知试途二人也要去黑水城 托马斯自告奋勇给他们带路 一行三人翻山越岭 行走在荒山之间 就这样大家费尽辛苦走了两天 但是仍然不见黑水城 这姑少以为托马斯带错路 老神大师说 黑水城位于赫兰山之外 头枕青山 足他欲带 端的是快地理形式诸极贤之地 断定前方山脉之后 便应该是黑水城不禁感叹 西下曾圣极一时 如今也破败成这样 老神大师根据风雪推测 大睡佛寺应该在山脉西南方向 大家在夜幕笼罩时 来到了大睡佛寺前面 老神用手杖找到了入口 这姑少刚要上前便被拦下 此处的地下 端的是条前行神龙 埋着一只独眼龙 因他体型小的一股寻常 并且只有龙头的一处血眼 可以聚气藏风 故称独眼龙 这血的地势因黑水河改道早已被破 龙头上那处宝眼反而成了毒瘤 万一里面葬了人 那就万万不能进入 这姑少认为 传说通天大睡佛寺下面是座空坟 既是无主空墓 便不必常理度之 他耗尽一生寻找木尘珠 如今希望就在眼前 如若临阵退缩 恐怕无法面对死去的先祖前辈 老神大师见这姑少言辞笃定 决定就算豁出性命 也要度他一劫 亲自陪他前去 托马斯想要一同进入 但是为了他的安全 被留在了外面 了尘大师找到墓穴入口机关 将大门开启 二人缓缓走入如同漩涡般的墓穴通道 西夏文明距今已经千年 但这里的长明灯依然明亮 所用的玉渠龙岩灯的灯油 耐用且罕见 正当试图二人聚精会神研究墓穴时 托马斯突然出现 祈求跟随 无奈便也为他服用了密钥 以保持在空气不流通处的清醒 三人继续向前行走 经过他们现在所处的走廊 就会看到大睡佛的全貌 这姑少推断这个走廊会有机关 大家万分谨慎 这姑少用微弱的光隐约看见了前方 大睡佛部分头像 又突然光芒万丈 三人恍惚间好像看到镜头处 有一只睡佛的眼睛在眨动 耳边似乎还响起了念咒的声音 试图二人闭起眼睛 控制自己不被迷惑 了尘抓住这姑少 二人一时清醒 而托马斯被睡佛乱了心神 继续前行 幸而这姑少利用探索 将他从万丈深渊中救出 吓得托马斯惊叫连连 三人终于隔空见到大睡佛全貌 这姑少从未见过如此机关 了尘解释 这位一处双重机关 盯着地面走 便目不能视 盯着佛言走 又会被催眠 通过扰乱人的视觉 迷惑人的心性 稍微心点杂乱 便会迷失自我 万劫不复 就算自己参禅悟道这么多年 也差一点自身不保 提醒徒弟要多加小心 这姑少前去探路 他利用轻弓 从深渊耸立出的几根岩柱上飞踏而过 但踩踏过的岩柱 都会立即坍塌 危险重重 这姑少很快来到大睡佛面前 利用手中探索 接应师傅和托马斯越过深渊 了尘告诉托马斯 须滑身而过 睡佛口中竟暗藏墓室 墓室之中危机四伏 为救托马斯 了尘失去双腿 这姑少断臂 三人最终能否逃出密室 请继续关注下集讲解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立歌 原作登展